放大的森林样貌,让观众变成迷你人,以不同的角度观察森林的世界。 您看过比人高的翠绿嫩草吗? 曾经在野菇与蕨泪的保护下躲过绵绵细雨和热情的太阳吗? 全形打造的奇幻森林大冒险,除了有放大的森林, 在冒险途中,观众也能看见切叶椅是怎么切除和搬映月子, 或是遇见独小仙与敲行虫的对决,说不定还有机会巧遇美丽的蝴蝶在湿地饮水的奇幻景象, 并在旅程中感受森林的变化,从雾气蒙蒙的清晨到荧光点点的深夜, 透过放大森林的各种样貌,就像是一部令人着迷的动画电影。 用时间轴来说森林的故事,观众变成迷你人,走入放大的奇幻森林, 开启一场不一样的冒险旅程,遇见与参与奇幻森林的生活, 不用担心被昆虫的样貌给吓到,因为昆虫们将以超Q的样貌与大众见面, 让大小朋友都可以发现他们可爱、逗趣的一面。 透过无感体验、深度观察、情境剧场和主题场景等元素, 带您用不同的角度观察森林的世界。 法界新闻记者,赖伊荣台北采访报道。